开心地介绍家乡的美食 他们是毕业于马来西亚幼儿园的校友 为了跨海来到花莲慈小入班体验 可是做足了准备 能够回到花莲是他们从小的心愿 这个寻根就是要让孩子 可以回到心灵的故乡 也借此机会可以印证他们所 从小认识的慈祭 借引我们的校友的家长一起 来更深入地认识慈祭 那边 打扫校园也是马来西亚孩子们的初体验 跟着次小学生一起为守护校园而努力 休息时间则是透过运动充分活动精苦 和当地的校园情景相当不同 在马来西亚休息节的时候 是不能像跑来跑去打羽毛球 打篮球之类的运动 只可以像吃东西休息 坐下看书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休息节会比较好 孩子的世界单纯有爱 短短几天的相处 为他们建立了跨国的情谊 而老师们也把握机会进行交流 让慈祭爱的教育理念 能够不分国界 深入每个校园 带新闻温国家庄志文 华林报导 分享